台北表演藝術中心內 有一條貫穿劇場設備空間及製作空間的通道 也許可以重回路窗戶一窺神秘的劇場後台 還能在路途中與表演者不期而遇 這些日常被隱藏起來的後台風光 精彩程度不輸台上表演 這棟建築物是歐馬的建築事務所 然後Rain Cross 然後還有David 就是一同共同設計的 所以在原始的設計規劃段落 其實歐馬一直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他認為公共建築應該要保持一定程度 對民眾的開放性 那這個開放性會展現在北義的建築特色上 那第一個部分就是參觀回路 所以蠻推薦就是民眾不論是國內的 然後或是國外的旅客來到北義的話 一定要走這條參觀回路 因為它是一條單獨的動線 可以經過三個劇院的後台 那一般的遊客可以在不干擾 演出團隊的情況底下 理解劇院怎麼運作的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我認為在建築設計上面 開放性的一個非常突破性的一個做法 那再來第二個就是整棟建築 其實有三面都是用S型玻璃去圍繞 所以一般的觀眾或遊客 其實在路過這棟建築的時候 你可以隱約的看到在劇院內部的活動狀況 我們很多朋友其實會在大捷運經過的時候 會看到北義的11樓的排練室 他會看到今天可能有團隊在裡面排戲 那這個隱約看見的這個關係 其實會引發一般民眾的好奇 讓他更靠近這個劇場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在建築設計上 其實很有特色的部分 那再來第三個特色就是 其實他把三個劇院從地面層往上排升 分別安排在四樓到七樓 那排升之後 預留一樓的戶外廣場空間 會變成一個非常自然可以遮印 乘涼或奪避雨的地方 那大家因為這個地方可以乘涼 然後稍微可以坐一下 所以他也會很自然的靠近 所以基於這樣三個設計上面的一個 非常巧妙的手法 其實可以吸引民眾 就是更靠近劇院 那其實很歡迎大家 就是盡量利用空閒的時間 來北義中心走一走逛逛 北義中心力求各種形式的創新 挑起觀眾對藝術的好奇心 這裡隱身一座超級大劇院 平時不會看到 但需要時會結合兩個空間 變成一個超大劇場 可容納一架波音747 超級大劇院是怎麼形成的 各位你這張圖要看的正式 你看這個藍河紙在這 然後是500到800個席位 然後你看超級大劇院 1500個席位 基本上它的舞台在這裡 大劇的舞台在這裡 然後藍河紙舞台在這裡 我們把它打開了之後的話 這中間有所謂的隔音牆 隔音牆然後在空氣層 打開了之後這整個的長度 是可以容納一架波音747 當然你要把那個就是 翅膀給拿掉 你看可以這樣 這是非常長的 所以它整個就是 可以容納2300的席位 所以我們把它做做超級大劇院 是這樣子 若你支持開放性 喜歡不同的刺激 北義中心的建築 處處都可以讓你感到驚喜 高樓層的排練室 你也許在搭捷運 就可以看到表演者的排練 拉近你與藝術的距離 你也許看得到 它裡面都是粉紅色的 有沒有 基本上就是在 在北義中心就是說 可以就是說 有參加演出 你已經非常辛苦 請問 我們班的排練室 我們是在地下 就是在製作人 但是我們的排練室 我們是在10樓 如果你們可以想一看 就是說當他們把這個 窗簾拉起來的時候 在密列框裡面 在做演出的時候 等演出完了 他們休息的時候 把那窗簾拉開 他們可以重建天氣 這是一件很幸福的日子 還有這個11樓 這個地方的那個 那個理由是不錯的 所以這裡呢 就可以看得更清楚 我們把這個窗簾給拉開 除外在我們前方那個玻璃 就所謂的叫做S玻璃 S玻璃 對 待會的話 我們到2樓的時候 可以看得更大片 小星 迷失在一次元宇宙中 進入北義 你會發現建築師雷莫庫哈斯 透過靈活多變的空間 企圖打造每處 皆充滿想像空間 走過這個前面之後 我們就是呢 搭著就是下行的 就手扶梯的話呢 就回到2樓 這整個手扶梯 搭成的時間 是57秒鐘 你可以稍微體會一下 我們現在是在這個 這個有點像是 異次元的這個宇宙裡面 那待會呢 下到2樓的話 你感覺好像 你會拿到2樓的間 對 這樣 可以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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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 北義中心會有連串活動開炮 包括 兒童藝術節 台北藝術節 都會在這有精彩演出 歡迎民眾來此參加藝術活動 那台北兒童藝術節 我們會鎖定 在台北市地區的親子類型的家長 或觀眾朋友 那你們可以帶小朋友到 劇院裡面看 售票的演出 或者是 我們在戶外的空間 也會有很多的免費演出的活動 可以參與 那這個部分 我們會在7月份 會有一個 一系列的兒童藝節的活動 那歡迎大家參加 那另外8月份跟9月份 會有台北藝術節 那今年是用 邀請鄰仁鐘策展人 來幫我們做節目的規劃 那總共會有14檔的 國內跟國外的節目 都會在北藝中心發生 北藝中心還有一些 令人惠心以笑的設計 一樓戶外廣場至室內的 黑白相間線條 只要跟著內縮的軸心 就能知道入口方向 廁所的小人物 會有尿急的表情 形塑 藝術融入生活的氛圍 記者溫君飲品易 台北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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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